第八集的冒险寒岩量为零 小莫也全程陪跑 所以我们来个速砍吧 主角是当年被流放地球的I.S.T 他在2-5地球好声音现场给岩生良打过枪 后来回到字母星球 他的父皇岩浆Q就给他变回水地结束流放 恰逢此时 字母星球的死敌数字星球大举来犯 老国王在动乱中被砸死 水地毕竟在地球流过穴 略懂暴力美穴 一个人干翻一群人成功启动括号护盾 括号能把数字排除在外 暂时拖住他们的进攻 水地拿着老父亲留下的宝贝和谐之I 上面有很重要的预言 看起来是个数学体 可惜当年没有用功读书 不会解 只能去地球找自己的数学老师 答疑解惑 没错 小莫的老师金大福也叫过水地 正在流堂观察的小莫被卷入之场纷争 数字星球的人一路追杀到地球 带队追杀的是数字星球七公主 他回去复命 说水地带着和谐之I逃走了 老国王孔灵王怒打七公主 说那叫和谐之一 作为一个数字人 请注意你的言论 金大福老师揭开和谐之I上的题目 答案指向一时星球 学弟说那是神创造字母的地方 然后给字母星球的同胞打了个电话 让他们坚持住 我破解了和谐之I 马上就去一时星球 但没想到这个氧气S挂了电话就坏笑 他是个潜伏多年的二五仔 转头就把情报传给数字星球 七公主立刻跟着追杀过来 双方一番缠斗坠落在一时星球 不巧的是七公主的飞船进水 一见看就要淹死的 他被水梯给救了 突然的恩将仇报 正让人摸不着头脑 一群奇怪的符号人就包围了他们 但在看到水梯脖子上挂的和谐之I后 符号人纷纷跪服 并盛情招待了他们 水梯和七公主还在争论 到底是和谐之I还是和谐之I 小木说很明显这些符号人 应该是你们祖宗 所以可能既不是I也不是I 也许就是条线 对于这个毛孩的理论 双方都不服气 各自回房睡觉 夜过去水梯的项链不易而非 不用想也知道是七公主干的 他带着和谐之I来到古老遗迹 这玩意儿貌盛的开启很厉害的东西 一路追过来的水梯与他贴身肉搏 但打着打着突然唇枪舍剑 栩栩杀父之仇不值一提 和谐之I绽放着闲者的光芒 让两人看到了前世今生的纠葛 灵魂与身体的交流刚结束 数字星球的飞船就突然降临 孔灵王带着小兵包围了水梯 带路的正是叛徒S 他本是数字星球的老八 智慧容貌打进敌人内部搞了一手无间道 孔灵王拿到和谐之I 但并不知道如何使用 老八至高奋勇 帮忙放出了远古的力量 最终将自己变成了无穷 八也只是表面的掩饰 他的正式身份是野心贼大的无穷 无穷干掉孔灵王取而代之 接下来他要带兵去消灭字母星球 地下奇功方能坐稳王位 无穷轻松毁掉字母星球的括号护盾 在这里无差别的狂轰滥炸 连自己的数字兵都不放过 七公主看到后强烈谦责 却被杀红颜的无穷一炮打下 随提及时跟进救下自己的女朋友 顺便来帮帮自己的母亲 七公主说 无穷就是我们共同的杀父仇人 随提表示话不能乱讲 我爹明明是被天花板砸死的 七公主坦言 那块调皮的天花板 就是当时的挨死冬的手脚 现在确立了共同的敌人 数字和字母必须联合起来对抗无穷 但如何团结互相仇视的族人呢 数学老师表示 这得靠音乐啊 艺术是能够跨越种族的存在 而水梯当年流放地球的时候 可是超火的说唱歌手Ice T 激光换成大喇叭 战场秒变演唱会 一段揭露真相团结人形 时长两分半的即兴rap 立刻消解多年的恩怨 死去的老光王岩浆Q 甚至现实反常 给儿子添了把火 水梯竟然变成了岩浆T 水火相容的和谐 让他顿悟了如何释放和谐之哀的神力 那就是数字和字母大和谐 剧情愈发狗血 和谐之爱化身金色大手枪 一发子弹射中无穷的命根子 让爱化作满天相似的雨 最后的最后 岩浆T回到学校 老老实实 补齐当年没教的家庭作业 别看你在外面 粪粪逛逛人模狗样 在我这 连一分都拿不到 斗的最厉害的数字和字母 在大和谐中发现 彼此竟然同中同园 同村的兄弟大毛和二毛 打得水火难容 住过同一块地皮的两拨人 让着要干掉对方 冲突最大的双方 往往同根同园 所谓难易相成 长短相较 高低相寝 相伴而生的东西 自带矛盾属性 总会演变出对抗的力量 所以冲突不可能被消灭 一直都是毁灭与重建的循环 岁月静好 只是我们的人生 恰好落在重建进程的碎片上 天长地久 终归奢望 黑白无常才是人间 滚滚洪流 何时问过你我的悲喜 随遇而安 不过求个瘫痪异想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